今天我们做一道番茄牛腩 需要的材料有牛腩、番茄、葱、姜、花椒、大料、干辣椒、香叶 猪猴酱,还有浓缩的牛肉糕 首先把牛腩切成块,大小随意 像我切成这样的一寸左右的大块 番茄洗净,切成小块 葱切段,姜切成大片 可以用这种一次性的插包,把花椒大料和香叶放入 然后转过来,这样的话就不会跑到汤里面 做水锅,水开后我们把切好的牛腩放入滚水中 水开后我们煮五分钟,然后捞出,洗干净备用 用去炒锅烧热,加入少许的油 放入切好的葱段和姜片 炒到葱,发软,变黄了,加入辣椒 然后加入一大勺番茄酱 如果没有的话用开炒也可以,我们是用它的颜色 炒至番茄酱,颜色已经变了,现在加入番茄 炒至番茄发软了,可以加入料酒 生抽 老抽一点点,千万不能多 胡椒粉一勺 加入烫好的牛腩 炒一会儿,然后加入开水 因为牛腩我们要烧至一个半小时以上 所以水多一点没有关系 放入香料包 加入一勺猪猴酱 这个浓缩牛肉糕的味道非常好 适合做汤,炖制东西,味道非常的浓 加入一点点 转小火,盖上盖子,焖制一个半小时 牛奶已经炖了两个小时了 现在我们看汤汁已经粘稠了 我们把葱姜挑出来,还有调料包 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后,撒上葱花,香菜 喜欢辣的朋友可以再加一勺辣椒油 番茄牛腩就做好了 如果需要拌面的话 汤汁可以多一些 还可以加入土豆一块烧 番茄牛腩土豆都可以的 谢谢观看 欢迎提宝贵的意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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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